- 現今世界資訊發達,只要你有一部手機,就可以成為一個一人媒體,在網絡平台發布資訊,因此亦造就了很多收入豐厚的網絡紅人。 為了賺取更多的收入,有人無所不用其極,做出危險,嘔心的士泥花更取寵,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有人為了出名,竟然可以殺人。 歡迎收看老波士頻道,今天為大家分享的事件,就是為了1000元美金直播將自己女朋友殺死的Youtuber。 近年俄羅斯流行一種稱為垃圾串流的直播頻道風格,直播主會舉辦所謂的垃圾派對,邀請參加者進行膽量測試,直播主會將部分的收入給參加者,在直播的時候,觀眾會捐款給直播主,要求他們做出大膽的行為,例如赤手空拳毆鬥,用身體整式煙頭,又或者在三樓的爐台跳下去給觀眾收看。 有時直播主會利用無家可歸的露宿者,欺凌和嘔打他們,再給他們微博的報酬。 即使多次有人報警舉報直播主,但露宿者為了得到金錢和住宿的地方,也會聲稱他們只是在演戲,因此這種頻道不受法律監管。 30歲的俄羅斯網紅Stars Rivley所做的直播內容,就是以垃圾串流為主,而她的女朋友28歲的Valentina,也經常出現在她的直播中。 一開始的時候,觀眾向她們的直播捐款,要求她們互相吐鬥,銷毀自己的衣服。 之後觀眾的要求越來越過份,而為了滿足觀眾,增加收入,Stars也會應觀眾的要求照做。 有一次,Stars用胡椒噴霧噴她的女朋友,任由她的女朋友痛苦尖叫,也為之後的悲慘結局賣下伏線。 2020年12月2日,莫斯科的氣溫達到攝氏零下三度,當時Stars在進行直播,有觀眾出1000元美金要求Stars虐待她的女朋友,Stars就要求Valentina脫衣走出露台。 Stars用水倒在只是穿著內衣褲的Valentina身上,再將她反鎖在露台,她就繼續直播和觀眾互動。 就算Valentina瘋狂拍門,Stars也無動於衷。15分鐘後,Valentina沒有再拍門,當Stars開門走出露台檢查時,她發現Valentina沒有反應,已經停止了心跳和呼吸。 她跟Valentina說,醒醒吧,你看起來好像死了一樣,你說句話吧,我很擔心。 之後她回到鏡頭面前說,她沒有墨搏,看起來很蒼白,心跳已經停止了。 但是直播仍然繼續,Stars將Valentina搬到梳化上,經過2小時後她才報警。 醫生來到時證實Valentina已經死亡。 之後有觀眾報警,結果直播在警察來拘捕Stars後才停止。 而其實Stars殺死的不止是Valentina,因為Valentina在較早前的直播中曾經透露,她已經懷有新人,而且很大機會是Stars的親生骨肉,所以很可能是一絲兩命。 最後Stars被控誤殺罪,因為她將女朋友混在露台而令到她女朋友凍死,被判監禁六年。 很多人都認為這個刑罰實在太輕了,但這個就是俄羅斯的法律。 雖然StarsRifley已經受到法律制裁,但其實仍然有很多事件中的幫兇逍遙法外,就是一千上萬捐錢給直播主,做出暴力行為,以及看著Stars直播殺死她女朋友,而沒有伸出援手的每一個觀眾。 垃圾串流直播的熱潮並不會因此而完結,如果仍然有人抱著這種黑暗而扭曲的心態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,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我的頻道支持下,如果你有什麼想看的主題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提供,我會製作成影片和大家分享,我們下次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